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字的国语注音是耻 三声耻 耻 三声耻 耻这个字的本意是剥取衣服 从这个意义上加以引申 凡是剥夺都可叫耻 如耻职 是指官员因为过失而被割除职务 耻破 是说人因为朝夕劳累 心神娇皮 以至于心神恍惚 好像被夺去魂魄一般 此这个字应用的最多的还是耻夺公权这句用语 所谓公权 以我国刑法的规定 包括三项 一为公务员的资格 二为公职候选人的资格 三为行使选举 罢免 创制 复决四权的资格 这三项本是人民在公法上应享受的权利资格 可是 如果有人犯了罪 经法院宣告有期徒刑在六个月以上的 是犯罪的性质 耻夺其公权一部分或全部 其耻夺的期限也分为有期或终身 这种公权的耻夺算是徒刑之一 于裁判时与主刑一并宣告 但是有人不注意 将耻夺公权念成了帝夺公权 这是不对的 显然是受了这个帝字的影响而念错了 这个帝字的国语注音是 得一帝四生帝 帝字最普通的解释就是更异和传达的意思 如游地区就是根据最有利于游件传达而划分的区域 另外由于传达或更异 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 于是就衍生了许多新的用法 如地变 地家 地铁 李冲转有 兄弟同穿一件衣服的意思 总而言之 耻和地这两个字各有分别 不可以把耻夺公权念成或写成帝夺公权 特别介绍得清楚啊 我们也要特别介绍一下 谢谢您的收看